快点哼 怎么好了 哈哈哈 好了吗 嗯 太陡了不见坐那里 就是道迟 大骨也都要吃过 你到底多做什么了 你说 有一个人就看到你们肝脏了 真疼啦两个人吵架 你看我比较少的生气了 跟我跟小莲在下面也不上来 最近我发现我比较少 你这样看有点 有点小孩子脾气啊 带一个给我 心情不好 怎么了心情不好 你这个孩子雨嘛 这是他的 哦那几天是吗 不要问我 我就问你啊我怎么知道 他都哭了 看财产桌 两场 还也流红在这边 不要 又要 又要买那个饼水 嘿嘿花 嗯 啊玫瑰花的话 又不计一百多啊 你那么抠门 这果子越来越甜了 咱们果子 就还摘三次 就不摘了 这是第三次了 上午摘了一点去 发货 本来说下午要摘的 结果下去 蒙蒙细雨了 上午还是大太阳啊 下午 不动啊 这个天气真的是太多变了 搞得措手不及 管些天气是这样的 跟你说 我不要想 说试管那么辛苦 你就要让他一点 多为他考虑 是吧 因为他考虑很多 没事你就叫他在家休息 别跟着出来玩 别跟着出来 在家睡觉 不要说什么买回来给你 是吧 不要说什么给你做 没事就坐着 躺着 就是不要 因为他 可能是跟我们走到这个山上面来 有点累了 是不是 嗯 刚刚叫他坐上来 所以说呢 搞得我现在没心情了 你叫 你你要叫 你你要 你不要说叫 你要命令了 你坐在车上 不要动 不是堵着了吗 是不是你 在家里面躺着 不要动 你要命令似的 不是叫 你太太那个了 下次直接命令他 把这碗汤给我喝了 他就喜欢这种的 霸道总裁的那种感觉 他是女人懂得女人啊 对呀 大大大总裁的感觉 是不是 听到没有 我感觉 确实是女人才能了解女人嘛 感觉我比较少为了做试管 确实是 付出了很多的 心里可能 情绪的话就会稍微 有一点嘛 这个是正常的 对 希望我表哥多理解他一点吧 多为他着想